大家都知道,皮皮虾是一种非常美味的海鲜,它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学术的名字,叫做虾说。 虾说是一种营养丰富,直鲜肉嫩的海味食品,其肉质含水分较多,肉味鲜甜嫩滑,蛋而柔软,并且有一种特殊诱人的鲜味。 每年春季是其缠乱的季节,此时食用为最佳,一般来说,皮皮虾老少皆宜,但中老年人,孕妇和心血管病患者更适合食用,而中老年人缺盖所致的小腿冲击者也可以食用。 但是,宿击者,正直上火之食不宜食瞎,患货敏性鼻炎,致气管炎,反复发作性货敏性皮炎的老年人不宜吃瞎,瞎为痛风发物,患有皮肤皆学者忌食。 皮皮虾的做法有很多,不同的做法做出来的皮皮虾味道也不一样。 这一点,相信吃过皮皮虾的人,都会有哲戒身的体会。 逛街的时候,就遇见了一种叫做将军皮皮虾的美味小吃,看着就让人口水直流,毕竟是将军可味的皮皮虾,看着自然没有别的做法,做出来的皮皮虾那么好看。 不过,别看这样的皮皮虾外上不怎么样,它的香味却十分的浓郁,忍不住让老板撑了一斤。 本以为也就三十块钱一斤的样子,没想到整整收了我五十元,实在是让人心疼到不行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